而花莲县幅员广阔地形狭长 交通也比不上西部来的便捷 但是有许多的艺文活动都是在北区举行 因此文化局为了让中南区的民众 也能够欣赏到大型的艺术表演 特别计划推动艺术下乡专车 前往花莲13个乡镇市公所前 来免费接受民众到市区欣赏艺文展演 落实文化艺术平权 演艺厅内的精彩表演 让台下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这种观赏方式再次去民众眼里 可以说是稀松平常 但对于住在中南区的民众来说 却是少有机会可以参与 因此花莲县文化局从今年暑假开始 特别推动艺术下乡专车 在花莲县13乡镇市公所前 各免费派出一辆专车 接送民众到观赏点 欣赏年度的大型文化表演 因为大家都知道花莲非常狭长 从南到北有174公里 那很多偏乡部落 或偏乡的村落社区的 我们的好朋友小朋友 或者是喜欢艺术的大人 他们比较没有机会 到我们的花莲市 这个文化园区的场域来欣赏 所以我们花莲县文化局 特别准备了13辆的我们艺术巴士 来下乡来接送这些老人家小朋友 那最重要呢花莲县文化局 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文化艺术平权 这个概念下 希望我们乡亲好朋友 34万花莲县的乡品好朋友 都能够享受到文化局来提供的 这个艺术表演 文化局将会透过各乡镇市公所 调查需要乘车的人数 并且主动埋合各地社服团体 或学校需求 来落实艺术平权的工作 而在月底即将登场的 大型歌仔戏表演 目前已经有将近160位 宪明登记要搭乘专车 文化局表示 在年底前已经有规划 两场大型演出 要配合艺术专车的服务 适次水温 如果民众的反应良好 未来有机会成为常态性服务 记者徐立琴 欢联市报道